上海港前三季继续保持全球第一,成功转型为绿能港口。 上海副市长张维近日表示,上海港前三季继续保持全球第一, 为顺应港行发展新趋势,将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和数位化转型, 积极打造智慧、绿色和高效港口。 一年来,上海围绕保障全球产业链、工业链畅通, 促进国际航运业健康发展,深化国际航运事务合作, 积极推动工作并取得新的成果。 大陆Q3最缺人职业制造业技术工种拘手 大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2022年第三季 大陆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。 与第二季相比,部分制造业职位缺工状况持续, 同时技术工种的职位缺工问题也仍突出。 百大缺工中有39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, 如车工、汉工、缝纫工、汽车生产线操作工等。 一些职位长期缺人,但部分大定劳动者、大学毕业生仍然面临就业难题。 陆双11购物节智慧手机销量大跌35%。 大陆双11购物节今年低调收场。 根据数据显示,今年中国双11购物节期间, 智慧手机销量为900万部,较去年下降幅度高达35%。 其中iPhone仍是最受欢迎的品牌小米和荣耀紧随其后。 销售调查报导指出,受更高价苹果iPhone的推动, 智慧手机线上零售价格增长至4089元,同比增长10%。 但智慧手机线上销售总营收仍同比下降29%,为368亿元。 中天中望,整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